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比较来说 最大特点是长尔5号是在月球正面进行采样返回 而我们长尔6号是在月球背面进行采样返回 要突破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技术 月背智能采样技术和月背起飞上速技术 最终实现月球背面的自动采样返回 目前看长尔5号摇巴运载火箭和长尔6号探测器 状态良好 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应该说都在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有序推进 目前我们发射场保证了长尔6号和长尔5号摇巴火箭的正常测试 海南发射场的特点就是高温高湿高烟雾 我们对这一系列的环境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 做了一些防台风的预案的准备来适应海南的天气 明镇下转发射程若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